救護人員 趕緊把郵差抬上單架 但還是搶救無效 苗栗證明流行郵差 感冒體力不支 上班期間發生猝死意外 臺中也出現類似案例 可能有點多 就會出門了 大概七八點才會回來 哭到連話都說不清楚 萬萬沒想到 先生一向身體強壯 竟會在下班回家路上猝死 要把公文帶回來之後 放假 他都好要回去郵局 更心痛的是 28年的青春都奉獻給郵局 卻因為死亡當時 人車不在同個地點 拿不到因公訓職保障 可能壓力過大了 那一天下班途中 掐田裡邊 跑去那邊吹吹風 就這樣過走了 你要符合因公服系 其實有一定的條件 跟 就是說你還是要符合一定條件 並不是說 我正義說我給你 或我不給你 郵局強調一切符合規定 但立委再批 全台有70間藝人郵局 質疑嚴重過勞超時 你的上下班 時間是用手寫的 那個寫出來是超完美數字 以李信郵差為例 這四個月平均加班時數76小時 遠超過法定規定 立委甚至質疑 加班費真的有領到嗎 在偏鄉地方 我們其實 我們有70%的地方的郵局 都是賠錢的 中華郵政去年 贏於高達121億 但偏鄉卻只有1人負責達理 為民服務 又要兼顧員工權益 該怎麼解決 才不會被批為血汗郵局 考驗為政者智慧 東正財營新聞 蕭韓雲家好 台北報導